Hello everyone,我是Kain 今天我們要來DIY我自己的手機殼 那為什麼呢?因為 我手機破掉了 因為玻璃破掉所以我只留下 比較大片比較完整的一片玻璃 那剛好它也可以保護我的相機鏡頭 因為我現在沒有錢也捨不得買新的手機 所以我現在要目前 用我的工具來把這支手機用得完整一點 有一支加熱槍 一個熱熔膠槍 然後一個鑷子 然後膠帶 打理膠帶跟普通的膠帶 還有砂紙 一個是比較粗的砂紙 一個是比較細的320砂紙 OK 我們開始吧 好吧,我好像越用越糟糕 現在這一塊最完整的玻璃也破掉了 什麼 現在又更糟糕了 我現在玻璃已經 我們為了要比較安全的處理這一塊 奇怪的玻璃 我們在紙袋裡把它解決掉 這好像跟我原本的計畫不太一樣了 但就是這樣 蝦咪 好,我們有點進度了 我們現在把相機模組跟這個閃光燈跟對焦模組把它單獨的取下來 所以現在手機上完全沒有一片玻璃 有啦,螢幕就有玻璃 但背面是完全沒有玻璃的 因爲 繼續吧 OK,又有一點進度了 我們把相機整個模組把它黏上去 所以 現在 我們只需要想辦法把這個背後用好看就OK 這個相機已經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DIY手機殼差不多90%完成了 我們下面用大粒膠帶把它整個貼起來 上面我想說把它留空 然後用普通的膠帶把它貼起來 就是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看起來蠻酷炫的 最後我們會用湄公刀 把整個 冰框這樣子 切下來 我們就完成我們的手機殼 那我們現在 貼透明膠帶時間 這個手機殼看起來太帥氣了吧 我們最後一個步驟就是拿湄公刀 沿著邊邊 把整個殼切下來 我們就完成了 Let's go OK 99%完成 我們現在 最後 只要把這個膠帶 邊緣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普通膠帶 黏性不太夠 下面是大粒膠帶 黏性超強 它黏得超完美 但是上面都 有一點飄起來 所以我們用熱熔膠槍 然後把它黏好 還有這個相機模組 我們再用熱熔膠槍把它整個封起來 避免它這些模組掉下來 你把手機殼拿出來 我們完成了 DIY 手機殼 那我就會每天這樣子把它帶出門 超級酷炫 那影片 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們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疯狂东西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拜拜